新北市瑞芳区四角亭吉安宫妈祖庙是地方上的信仰中心 总是香火鼎盛 庙芳也积极参与各项公益活动 而吉安宫除了社会公益不宜余力之外 也举行了共参活动 每个月的农历初一还有十五 在浩军仪式结束之后 就会邀请里内长辈们一起来共参画家场 瑞芳四角亭地区最具规模的庙宇吉安宫 祖四妈祖是地方最重要的信仰中心 虽然是宗教性质的庙宇 但为了照顾老人家及弱势家庭 不论是举行老人共参还是社会公益 庙方都是不遗余力 也因此获得市府表扬可谓实至名归 那我们也代表市长在过年之前 我们至上市长的感谢传 也表扬我们吉安宫平常在地方上 服务我们的民众 也让我们乡亲有更好的一个 除了宗教拜拜参所之外 也有共参的参所 那地方有弱势需要的话 吉安宫也非常的热心 协助我们的弱势的朋友 四角亭吉安宫每年都会定期捐助生活物资 或是必需品给四角亭地区的弱势家庭 希望借由一些物资 可以帮助到社会中的弱势民众 让他们可以不用为了经济来烦恼 而另外吉安宫除了社会公益不遗余力 也举行共参活动 每月农历初一十五在靠军仪式结束后 就邀请里内长者一起共参化家庭 从市政府推动共参就开始配合政府的政策 其实这个很好的政策 这些老公可以化家庭 还有一些政府的政令 就这个机会来宣导 很好的活动 那他们吉安宫非常的用心 也在每个月举办了两次的 和长者一起的共参 那我们今天特别和区长 还有那个公所的同仁一起来 谢谢吉安宫对一些长者的关怀 那也感谢他们长期对于弱势的协助 吉安宫主委表示 深感引发共参与乡里民众的情感聚集密不可分 有一个共同约定的时间和一处可以相见的场所 一起吃饭一起聊天 一起感受来自里社区政府的关心 无疑是对引发者心里最大的关爱 这样的活动肯定要好好的坚持办下去 借成为瑞芳采访报道